民众用手机拍下在公共场合中目睹大人打骂小孩 根据俄福联盟调查发现 有近九成民众有类似经验 其中更有16.6%的民众表示 每个月都会看到这类事件 其中超过五成民众是在购物商场或是餐厅美食街目睹 显示多数儿哨不良管教行为 都发生在有大量人群的公共环境 因此往往容易造成当事孩童自尊心低落 甚至伤害身体和心理层面 当孩子受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 他会开始改变他的一些人格 他的认知会开始改变 然后会开始害怕跟别人交际 他人际关系会开始不是那么顺利 接下来就开始会有不健康的行为 包括抽烟 喝酒 性烂交 而这些不健康的行为就导致了疾病以及死亡 所有的这些措施里面预防绝对是最重要 而且是最省钱的 在暴力事件即将要发生之前 如果有第三者能够好好的劝说 有适当的技巧来避免这样子的暴力事件 打小孩事情发生的话 那当然可以进一步去预防后续的一些变化 而且其实大多数的家长 其实他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了 只是那一刹那就突然间理智断线了 如果那时候说要稍微缓和一下 有一个适当的空间 像这样林宝宁的空间 要缓和一下 提醒一下自己 过了就过了 大家在做一下好好沟通嘛 体罚对孩子的影响 我们儿蒙每一年都在做调查 其实它影响的不只是亲子的关系 还有孩子的自我价值 那长期来说 不管是他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 这些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也是儿蒙长期在推动 希望是爱孩子林暴力的这样的概念 那在2011年我们推了《娶思太》以后 我们在2021年 接触了一些国际的组织 希望推动的是林暴力空间 它就是更进一步的去觉得 人人都是平等的 就是大人其实不能打小孩 也希望小孩不能打大人 或者是大人小孩之间 都不要有暴力的状况 调查也发现遇到这类事件 有六成民众会先站在旁边看 必要时再出手 而其次超过三成 则是装作没看到或是不处理 显示林暴力空间设立的重要性 透过公开且显额意见的标示 让进出场所的人知道 这是一个林暴力空间 不管是餐厅 不管是医院 或是一些公共场合 包括他们找了县市政府来帮忙 所以我说了其实 我不敢 当然我没有数据说 它未来会有多有效 但我必须说 总比什么都不管 来的一定会有更有效的 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最后一句就是 对于这些受暴力的孩子 我想说一句 救一个就算一个 我们只要救到一个 我们就赢了 我们其实准备了有五堂课程 从初节 当然我们提倡的是要及早介入 当然其实如果这样的暴力还没发生 我们看到就是气氛不太对了 比较紧张了 我们其实工作人员就可以介入处理 但是当然我们的第五堂课还是谈到通报 因为有时候我们处理的过程 就发觉说孩子其实可能已经有 在家里或者是平常就不当被对待 我们还是会提醒说 据点的工作人员可以通报 那如何进行通报 俄福联盟零暴力空间倡议行动 已经成功号召超过1000个空间 贴上标章 俄福联盟希望有更多的民众一同响应 为保护儿哨而努力 爱孩子 是零暴力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needs no leav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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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